那这一手的话是花破的圆珠 花破圆珠像这个卡巴咪的话 巴咪加的话一条大概是200出吧 210几220几那边 如果是卡巴咪的话 刚刚大概算了一下平均值 不过因为圆珠的公费的话 它会比随形的贵 圆珠的公费会比随形的贵 然后像什么直切啊 切面的话那种又会再比圆珠贵 老型啊 所以像这一手的客架 虽然跟那一手随形的客架 没有差太多 但是的话就是 它会还是会带一点点黑 会带一点点包裹物 然后一串里面可能会有一两颗有矿缺 不过这一条的话也就是200出啦 这个8米的 那9米的话我刚刚还没称 还没算价格 这我先算一下 9米的话就大概这几条 这个可能 哇这个要一条条拍 小帮手真的拍到昏倒 这个其实卖这个价格的话 小帮手一条条拍 它的那个时薪啊 我换算下来真的都不划算 付给它一整天的钱 可能都赚不回这一手的钱 那要不然这一手的话 我就随机出货了 好要不然这个真的不行 这全部卖完 你想想看一条两百多块这边就几条 我只能付它一整天的钱吗 它我一天一条一条拍的话 大概要拍一整天呢 所以就真的没办法了 那就是可能8米的一手 8米加的一手 然后 365 刚刚那是395 这个365的直光灯 就是这种 蓝绿色的模 然后这是8米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9米的 然后还有几条比较小尺寸的这边 然后因为这边尺寸的部分 有稍微分一下了 好到时候就是 一手然后随机出货 这样子 这个是圆珠的部分 就是这边尺导的带门 但是那边尺寸的麸方 看你搞我 看你跑到一个